有更多的人听闻佛法 闹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苦的安乐 接下来请收看 东秘日本慈悲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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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日本滋賀县的琵琶湖 是日本最大的湖泊 大约成型于四百万年前 不仅号称是世界第三古老的淡水湖泊 更是日本京阳神地区的重要水源 琵琶湖占有滋賀县约六分之一的面积 自古以来 又是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 从京阴京港 北向逐深岛 往南 折可拜访古老的佛教圣地 碧瑞山 曾经在二战期间 日本民间流行的一首歌谣 《琵琶湖周航之歌》 就是透过诗歌般的意境 描述琵琶湖的梦幻景致 也传达战火下的情商 映射战乱对心灵的摧折磨难 歌词唱着 如果我是琵琶湖的游子 漂泊的旅程中 将成为屡屡活物和逐流的涟漪 滋賀之都啊 再会了 烟雨绿森林 与大京熊松起的百沙丁 熊松故乡的小姑娘 在红山茶森林海岸边 是因爱情而流泪吗 怀念领航灯火红的温暖 在浪击天涯时 依稀听到了枕边的浪头声 今天是晶晶或长冰呢 琉璃的花园 珊瑚的闪殿 主导古老的传奇故事 握着佛陀的手 女孩安然地睡着吧 从奈良沿着琵琶湖一路北上 有着琉璃花园与珊瑚之宫雅浩的主神岛 也是日本指定的国家级名胜时机 在浪花翻飞中 仿佛耀然眼前 甲板上高高画起的药香烟供炉 沿途熏香迎风飘送佛子们的慈悲祝福 也透过持咒诗时 祈愿六道众生得足宝石 解冤世界 出生岛自古以来 就有水神之岛的传说 更因岛上的观音信仰 而有琵琶湖上漂浮的领岛之说 才依靠岛 映入眼帘的砖色石碑 以毛笔字体捐书着琵琶湖周航之歌 歌词中历历关于竹生岛的影像 顺着山道十阶十级而上 大便彩天红色不齐 招式着宝岛寺 以便彩天为本尊的观音信仰 宝岩寺三号 眼睛山 为日本西国三十三观音灵场第三十个 也是日本的三大便彩天寺庙之一 四月内的唐门建筑物 据说是封城秀吉在大阪城所建的唯一遗迹 于岛上神社均被日本列为国宝 相传在日本圣古天皇元年 就有神基预知此岛为便彩天圣地 于是若在此见识其福 将使国父平安、补补丰收、群生可乐、富庶吉祥 于是圣武天皇便赤使僧人在此建立塔塔 最初安奉大便彩天雕像 而观音堂建立后 又安奉牵手观音像 此后 传教大师与弘法大师都曾先后到此弘法 许多因应消灾祈福的吉祥物也应允而生 来到宝岩寺 海淘法师先领众点灯祈福 接着在与寺院方丈会面的档下 以庄杖整部华眼睛与四方结缘 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开启慈悲法缘 当下 宝岩寺方丈带领僧众 以空腔有力的古乐 律仪与金赞与佛前前程念诵 为海淘法师与随行的僧俗二众祈福祝道 金赞法谷的祈福律仪后 海淘大和尚也带领众人功德回向 并为众人慈悲开示 那我们大家来这边 那跟这个寺庙都有缘很多 甚至在这边出家修持过 所以呢才能够有缘 又回到这个寺庙 那真的看到这个护法 不过有一点我刚刚就想到了 如果我们过去在这边修行过 然后呢经过了这么多时间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比以前进步 那这边的佛菩萨可伤心了 这个护法可能过了 所以希望我们无量式的轮回 不断的在消野障 消丑贪嗔痴 不断的来累积利益众生成佛的资粮 这才是供养护法 那这是让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 末了 海淘大和尚及同行参访众等 邀请宝原寺方丈 在佛寺大殿前合影 为此行参访之纪念 并于不动明王法相前 合掌念诵圣号 祈愿加持众人行诸善业 永不退转 临行依依 宝原寺主持法师亲切地 一路护送众人来到岸边 挥手道别 直到杜伦离岗 人影要去 未然的湖光云水间 犹如雌行波舟 承载着佛子们满怀的慈悲心 在金轮流转 佛旗飞扬的当下 禅观三昧 提解空性 行菩萨道 虚余间 天现尼光 犹如诸佛慈悲的回应与加持 当船行缓缓靠缓后 众人沿着长长的提案 在云光水天相迎的殊胜美景中 来到位于日本滋贺县著名的佛教圣山 比瑞山 环绕琵琶湖畔的比瑞山 樱花满树如粉色细雪 满地落盈缤纷 游四早春停泊着冬雪 遍流严厉的芬芳 比瑞山 是佛教自中国大唐东传要地 日本传教大师高僧最成创立的 日本天台宗本山寺院严历寺所在的圣山 因为许多宗派的开山主师 也在此修行得到 比瑞山 于是有了 日本佛教之母山的伟称 被登陆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燕丽寺 建于一千两百多年前 曾于战国时代 成为前景长镇 跟朝昌易景的军队庇护所 而遭枝田信长分会 寺院重建后 后人也为这段历史 于比瑞山立碑纪念 通往严历寺大殿的山道两侧 爬满青苔的石墙 记忆着岁月的清皇 来到珠山大师修行创世的圣地 海涛大和尚领重于延历寺大讲堂内 燃香上供诸佛菩萨 及历代诸山大师 点灯供佛 光照大千 讲堂坛成上 列供佛教诸山大师像与简介 包括汉传佛教天台中的创始者 志凯大师 始于南北朝末期的天台中 是汉传佛教当中 最早且完全由中国佛教论师所创立的宗派 以《妙法莲华经》为其根本经典 因而又称为法华中 开创者志凯大师 常驻浙江天台山说法 因而名为天台中 天台中注重止观修行 因此也被称为止观中 有坚行佛教教理的研究 与止观实修 而有教观双美之欲 众人感念 大师弘法传教的当下 海涛大和尚在领众 宋持佛号经咒其回向之后 也为众人提点参访寺院的观修法要 我觉得这位以后 我们来问问题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佛菩萨 想跟我们加持什么 开始什么 第二个呢 要针对自己 把佛菩萨跟我讲什么 就想给医生要告诉我 断贪心断成心断这个不好的习惯 要救助我 然后我们就来感谢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一定会一教奉行 下回来的时候这个缺点没有了 下次轮回的时候没有在过去的烦恼 我想这个对自己最重要 那这一段时间在各个寺庙 就算没有回答 然后我们也要跪在佛前 除了供养展开 我们要找到自信的缺点 然后我们自己的缺点 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 找到我们的佛性 这才在每一个佛国上 最期待的事情 面对传教大师最诚圣相 众人虔诚朝礼 在传教大师创立的日本天台中 本山寺院也第四 透过餐法、观修 对峙时镜因缘 愿佛恩法教自大唐东传后 在东土开枝散叶 利益六道有缘终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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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coma 杨茜茜茜茜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拜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海门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叫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陈志迪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静月世家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千兆贝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产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 至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8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 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地藏菩萨书生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即慈悲施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团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被有接驳车 佛学尝试 生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出家人的鞋子上有六个洞 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 是为了比较凉爽吗 还是为了透气呢 不是 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 代表低头看得破 我们头一低 看到有鞋子上有洞 但是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学着谦卑低头 而且呢 看破 就是说 出家人的鞋子 有他的法义 让我们能够学着低头 学着看破 那进一步 六个洞 代表六波罗蜜 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 而要坐在鞋子上 代表 六波罗蜜的修行 是要用脚去实践它 是要去实行它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 一看到六个洞 就要反省自己 我们有没有在力行 在实践六波罗蜜呢 我们有没有 慢慢的透过六波罗蜜 而迈向成佛之道 这就是生死的代表意义 伍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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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